美國太陽神11號太空船載著三個太空人 韓斯朗、艾德玲和哥連斯 在1969年7月順利升空通月球進發 到了7月21號本港時間晚上8點56分 太空人成功登陸月球 完成人類征服月球的葬舉 美國政府用了8年的時間 集中大量資源研究 才完成這次登陸月球的葬舉 而實現了美國異國總統金奈迪 在1961年定下的目標